你現在在看的是大爆死 歡迎回來大爆死 Bandai 模型跟你組裝一組 今天要跟大家玩的是 Bandai High Grade 曉激霸 Mark II 一看就知道是機戰的原創機 也是我之前跟大家玩過的 機械人大戰 OG 系列模型的一個最新款式 遲了出片就不好意思 因為昨天要幫我媽媽看著這隻狗 終於體驗到什麼是一隻狗都沒有你那麼累 不是淚成狗 是一隻狗都沒有你那麼累 家裡爽毛見到陌生人爽肺 要不斷攔住他 跟他玩了半天 幾乎都筋皮力盡 所以今天才有時間拍片 遲了一點,不好意思 今次曉激霸 Mark II 這一刻模型的封面 就由大張政紀老師去繪畫 都相當有氣勢 一會兒除了跟大家玩一下模型之外 也會跟大家聊聊聊聊聊這個 小擊霸的版權問題 一些小小的故事 一起討論一下 好,事不宜遲 馬上開來跟大家看 早立相當簡單 一會兒就組好了這盒模型 好像之前跟大家玩小擊霸30的時候這樣說 因為小弟習慣了叫他小擊霸 小時候已經叫他小擊霸 所以是改不了口叫什麼空鳥 不要說什麼虎黑別恩這些瘋子 也是習慣了叫他小擊霸 所以整條片我都會這樣稱呼他 說回模型 看看有什麼內容 有個Action Base 基本上機戰的模型都必備 要不然收你三個水 地台都沒有 又真的有些說不過 武器方面就有這個G-Impact Cannon 有兩把Bimu Shodo 有一個Photon Rifle 光子槍 有一個射出狀態的Chakuramu 最後Extra的手型就是一對平手 攤開的手型 Paxe方面就是這麼多 我們現在先看看本體 好,先看看本體 小擊霸Mk II第一次出現 其實就是在2000年發售的 超級機械人大戰Alpha 裡面 其中一架主角機 機設方面就由Katoki老師負責 其實從他身上的線條 配置都不難看得出是Katoki老師的手筆 特別在Chakuramu Suta這些位置 還有這些黃色多邊形 都是很有Katoki老師的味道 好,轉了個圈給大家看 這盒東西大家其實看到 所有白色和黃色都是分色 黃色的件是沒有任何貼紙的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很欣慰的 因為看慣小弟的影片 都知道小弟是很怕有黃色 很怕有白色的 這兩隻色分齊色我就老懷安慰 貼紙主要集中在頭上 頭有三塊 眼睛、額頭的螢幕 以及後面那一塊 稍後會Zoom給大家看 至於最後一張貼紙 其實就是在Photon Canon的準星 稍後再看 加上前後都是只有四張貼紙 我們現在看看它的樣貌 好像剛才這樣說 這盒模型的分析是做得相當好 又是好像之前和大家玩的玫瑰高達 分析是近乎完美的 真心的 大家看到它眼底的紅色眼鏡 其實都是分件 眼睛的貼紙 額頭的螢幕 以及頭後面這個綠色的位置 都是貼紙 小弟的舅父其實是沒有打過任何機械人大戰的遊戲 他每一次看到小擊霸都會有一個留言 就是 嘩!好像高達 我想正正很多街客都會有一句 嘩!好像高達 就引伸了一個叫小擊霸問題的事件 在這個影片稍後都會跟大家聊聊 接下來就會試可動 不過在試可動之前就先講講一些小小的位置 正常的情況之下 這些深色 即是深藍色 藍藍黑黑的模型 水口位都會比較明顯 但是這隻 其實水口位設計得有少少聰明 雖然它沒有這個隱藏式水口 但是它很多水口都會用另一件件遮住 例如膝蓋這些位置 或者小腿最末端這些位置 其實它大部分水口都有東西可以遮蓋到 有兩個地方唯獨是比較硬硬的 就是翼這個位置 這個比較大顆的 另一個位置應該就是大腿這一顆 比較明顯的 都算做得不錯 因為我開頭砌 我預計了一定水口放題 但是砌好又不是很有這個感覺 好!現在就真的試試它的可動 好!來了! 頭呢? 波樁 頸和身是另一個波樁連接的 頭呢?我自己這盒就有點緊 嘩!幾乎扭斷了 這條頸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那盒有沒有這個情況 肩膀有一個butterfly 裝 可以這樣拉出 OK 360度轉就沒有望了 因為會頂一頂到後面對翼的 那個飛行unit 但是其實都夠洗夠用 平舉沒有問題 雙手 因為它是波樁連接 其實可以多個平舉一點點 那麼水平旋轉 這些一定沒有問題 前臂就雙手 接到這樣 喏!這個真的有點笨賊 因為它有那個Chakuram Shooter 在這裡有個微發射的轉輪Chakuramu 這樣呢? 它呢? 放下一隻手 其實是會有一點點頂到自己的 所以呢 左手是不可以完全垂直的 是會有一點點曲曲的 這個就沒有計算的了 拳頭就波樁了 之後就到腰 可以這樣向前反 除此之外 因為它是有一個 腰這個位置有一個波樁 堵住那個空口前半拍 所以就可以左扭 右扭 好了 而腰其實是接駁著我剛才說過的關節 所以扭動的時候 都可以製造到多一點點空間 讓這條腰 放過去 OK 所以呢 都放到一些姿勢 其實你看到也挺誇張的 那腰跟下盤連接的波樁 當然不少得 這些都是必備的 好 之後到下半身 這條裙其實可以自己選擇的 剪不剪開它 你可以一條過就這樣掀起又可以 你好像小弟一樣中間剪一刀 左右獨立動也可以 說明書也有叫大家自己選擇的 小腿跟鞋這個位置的連接就有一個旋轉 腳掌跟這一份東西的連接就有一個波樁 有一個摺地 鞋頭是有一個小小的摺曲 最後就試了一對翼 這個波樁的連接相當簡單 好 可動方面大概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會逐樣武器拿給大家看 我們先試了這個Photon Rifle 這樣的樣子 也順便配合Action Base 給大家看看 效果大概就是這樣 Photon Rifle 除了可以拿著之外 也可以掛在屁股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有一個扣位 讓你方便反過來 就可以插著這個洞 真的好像高達一樣 高達最流行掛馬槍在屁股的 有一個這樣的小兼力 然後我就想試這個Chakura Musuta 其實是有點硬來的 因為它的前臂不能獨立旋轉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將整條手臂這樣反過來的 我覺得有點硬來的 看看這個位置可以打開 這樣打開 就會露出收納狀態的Chakura Musuta 我們就要拆出來 拆了收納狀態的Chakura Musuta 就可以換發射狀態的Chakura Musuta 大家看到的飛索 其實一看就知道是平時用的鐵線 可以自由屈曲 順便換了一隻平手給大家看看 大概是這樣 看到這顆東西 馬上想起老千千直練的R2 Chakura Musuta 是不可以拆出來的 想起又有一點點興趣 好 然後就是這個Bimu Sodo 這個雷射劍除了可以手拿著之外 其實這個劍柄也可以收納在側裙上 看看 看看 有條鑑那邊 就向外 拍下去 就可以收納在側裙上 好 完成 最後要和大家試的就是這把G Impact Camelon 看看 這個位置 打開就是手柄來的 這個位置有一個PIN的 我們反過來 這個位置就插在桌裙上 其實這盒我覺得拿槍是很煩的 要整隻手這樣拆散才能拿到 因為這個位置有點難遷 我決定就套了拳頭下去再套在身上 剛才也說過 這支大炮是有一支棍要捉在桌裙上 揭開它就會有一個洞洞 就插進去就行了 很簡單 拍下去 哎呀 接著就對好手 拍好手 拿了G Impact Camelon 就是這樣 其實真的頗老懷安慰 就是武器的白色都沒有偷工減料 它全部都是分件 這個是我很欣慰的 因為你要知道高達的武器 經常偷工減料 一隻灰色就收皮了 這隻的分件是有一點點誠意的 耳朵的兩點白色都是分件 我自己覺得分件方面是有誠意的 我見有兄弟就request 拿R1和R-Gun出來站在一起 即是SMP的兩隻 拍在一起 小擊霸就明顯是高一點的 那個比例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弄得畫面這麼豐富 其實都是想聊聊天 講一下這個小擊霸問題 如果沒有興趣可以直接跳去片尾 聽聽多少錢 值不值得買 講小擊霸事件之前 要講一點前節大家才會理解到 這樣保持超級機械人大戰 這個IP公司就是BAMBALESTOR 即是大家所說的銀鏡廠 高達動畫的製作公司就叫Sunrise 幫它管理版權 負責一些版權欺商的公司就叫創通 大家知道有這三間公司 當時BANDAI還未一統天下 三間公司都可以叫做獨立 雖然Sunrise 和創通和BANDAI的關係 非常良好 但始終都叫做幾個不同的山頭 所以引發了接下來我講的事件 小擊霸第一次出場 就是1995年發售的第四次超級機械人大戰 其實當時也是有少少戲房的成份 因為它是真實系的主角機 所以會加入一些高達元素 之後的故事也有講過它和泰坦斯有些關係 當然每一次每一集的設定都有少少不同 大家可以追溯一下 其實當年一些戲房機體 都是相當盛行的 大家看回90年代很多SD Gundam 特別是元祖那一系列那一邊 很多東西都是戲房當時一些特攝 又或者一些其他外國電影 又或者日本動畫的一些元素 所以當年那個版權好像鬆手一點 我自己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小擊霸其實當時都頗受歡迎 會出一些Q版的景品鎖匙購 當時也有一個好評在這裡 直至2000年有小擊霸Mk II的出現 機設也找了Katoki老師負責 Katoki老師也順手 就增加了舊的小擊霸 變成沒有那麼圓潤方正 之後也有很多不同發展型的機體 例如Mk II的亞爾澤姆專用機 Mk III的亞爾澤姆專用機 等等 又或者之後的量產型 那些後話 其實一直都相安無事 事件要到2006年 當時公佈了會出第一季的TV動畫 Divide Wars 在臨播放之前三個月 在日本的一個討論區 2Channel 我想大家都認識了 稍微有少少資歷的窄窄 都應該認識2Channel 當時有個討論串就說 小擊霸不會在動畫版裡面出現 他列了幾點 我簡介一下 他就說 創痛Sunrise 就覺得在遊戲裡面出現是OK 在動畫出現是不OK的 之後下一個項目就是 志田去交涉 但是得回來的回覆就是 只要高達不出現就可以了 當然他說的高達就是小擊霸 當時人們都覺得這個留言是吹水的 直到正式開播了 因為那個留言裡面 是有一個很神奇的預告的 那個留言裡面預告過 大家在第一集會看到黑天使和小強 我叫他小強 即是Diss Acetola Lagan 就說有一個對決 當時大家都沒有想過 因為這個戲碼其實當時也頗衝擊 到開播的時候 預言成真 那些人就開始找回這個討論串出來 就談了 喂 糟糕了 是不是真的會沒有小擊霸呢 到最後 當然小擊霸可以說沒有在這個動畫裡面正式出現過 只是在阿萊的回憶裡面 即是阿萊測試初代小擊霸的時候 夾斷手的時候的回憶 一順即逝出現過小擊霸這個機體 當時也盛傳給了一塊淺Sunrise 又或者創空 才可以有幾秒出現 整件事的感覺是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之後的發展更加耐人尋味 這個OGS 一些官方的宣傳 小擊霸簡直好像不存在一樣 雖然它是有參戰的 但是官網又或者一些故事都沒有小擊霸 遊戲書所有的納繪是不會有小擊霸的插圖出現 只有遊戲裡面的劇圖 甚至之後有些劇情就是小擊霸被人絕吼 即是所有機器差不多被人滅光 搞到要在第二季動畫 就無厘頭生出一架EX霸出來 就去頂替了小擊霸的位置 當然之後也衍生了兩產型Mk II 又或者S等等的機體 漸漸小擊霸就好像在所有媒體上慢慢消失 這件事直到2016年就有個轉機 在超級機械人大戰V的時候 就公佈突然復活 有趣的地方是 其實官方一直沒有特別強調過這件事 但是它就用了一個keyword 就叫做空白的十年 就是2006年至2016年 空白的十年 這樣小擊霸再次回到大家的視線 之後機戰T、Cosomega 甚至機戰30都有出現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在2019年 Bandai Lamcon 統一天下 創痛SUNRISE和BAMBALASTOR 都全部變成Bandai Lamcon的旗下 所以最最後就是用Bandai統一天下的手段 去解決了小擊霸問題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像高達 其實我覺得去到Mk II的樣子已經沒有那麼高達 初代是真的有少少的 即是那時候人們猜是因為黃色V型的天線 以及嘴巴的滴被人的印象很高達 所以創痛就不太喜歡 當然所有事情是沒有人可以查證到真危 只不過那個留言串實在太過神通 可以講到一些很神奇的劇情 令到大家都相信 看來整件事的狀況就是這樣 也是那一句 從來沒有人可以100%證實到內裡發生什麼事 只不過現在砌起這盒模型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小小的歷史 廢話說完了 Gimmick也試完了 這盒就成為330元 先講一盒模型 分析可動是一流的 這是無用之意的 你說值不值得買呢 始終基戰都是一些很Hardcore 很Fans的遊戲 所以受眾層面 我覺得是真的比較窄 其實我剛才說這個小擊霸事件的時候 也講漏了一個項目 就是當年因為小擊霸問題 所以瘦屋模型的小擊霸是絕了版的 他說了不會再版 也將所有小擊霸系列的產品 在瘦屋模型的官網剔除了 所以變成這個時勢有點難入手 過了這麼多年 Bandai 用現代的技術 正正經出一隻小擊霸Mk II 我覺得都值得買 我覺得基戰粉絲也是要買來玩一下 我覺得如果你說買了壽惡 我覺得不是一個理由不買 因為始終過了這麼多年 Bandai 用了一個新的技術去做這個模型 可動方面應該是完勝的 不知道這個模型系列有沒有機會繼續出 看到LINE都好像死死地 沒什麼新款公佈 我想他會出了阿爾薩姆的架掛 轉一轉色而已 看看怎麼辦再算吧 我想不是Fans就沒什麼興趣了 當聽了一個故事 知道下一件事發生過就算了 對 今集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玩過其他玩具 就這樣 拜拜